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来到全明星娱乐 最近网上关于跨年舞台筹办的消息一直是大热门 也进入了跨年倒计时 对于吃手可热的肖战网上透露 肖战会参加2023年的跨年舞台 有多家卫视都在疯抢肖战 这种场面可以预料到 值得一提的是 网上给出的结果是江苏台抢占先机 爆料已经和肖战合作了 会力邀肖战登上江苏台的跨年晚会舞台 据网上爆料 包括江苏台在内的多家卫视都在疯抢肖战 想要邀请肖战加盟本土的卫视 只不过只有江苏台抢占先机成功拿下肖战 这就意味着肖战2023年跨年会在江苏台可以保持关注 其实肖战作为非常具有实力的实力派歌手 肖战参加了大大小小无数多的舞台盛典 连续参加多年的跨年和春晚 以前都是在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 这一次不知道会不会延续 从粉丝的反应来看 大家都特别期待肖战的跨年舞台 能够安心躺在被窝里欣赏肖战的舞台 陪伴肖战一起跨年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除了肖战 网上爆料周杰伦 王一博 张杰 周深 张亮颖 任家伦等一批乐坛高手也都在这里 这样的阵容说实话一点都不敢相信 录播的话还是有一定可能性的 总之相信肖战 继续关注肖战接下来的动态消息 不管在什么地方 期待和支持毋庸置疑 这段时间必然是各大卫视 邀请嘉宾艺人的特殊时期 相信后续的好消息会越来越多 不知道粉丝们希望在什么地方看到肖战呢 众所周知 肖战作为一名本土优秀青年 他并没有海外的出道经历 也没有海外发展的经历 但他依旧能够收获无数海外观众的喜爱 并不断地登上全球趋势高位 或许让很多人都是不理解的 但看完以下几点 你就明白了 为何肖战在全球都有着顶级的影响力 第一 肖战的全球顶级影响力 与他不断闯世界是息息相关的 而在闯世界的过程中 肖战凭借的并不仅仅是一腔热血 更有他的众多优秀作品 以及他的超高素养等等 正是这些为肖战能够在全球舞台上 绽放光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 全球数之不尽的优秀艺人 为什么肖战能脱颖而出 并受到无数海外观众的喜爱 这就不得不说肖战的独一无二了 因为就在其他人还在想 怎么扩大全球影响力时 肖战其实走上了一条 与其他人完全不同的道路 那就是他用一部又一部作品 证明自己的同时 也用实力行动和言行 引导着无数粉丝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都是如此 所以他的人品也是逐渐被全球 越来越多的人们看在眼里 第三 这是肖战与其他国家艺人相比 所独有的优势 这个优势是刻在骨子里的 那就是他的中华传统美德 这份美德是中华文化 从小到大所积累形成的 不管是素养还是礼貌 又或是谦虚 善良 为他人着想等等 都是很多人所不具备的 而这些都是在肖战身上的亮点 有一句话说得好 善良是不分国籍的 也不分肤色 这可以说是一个全球都认可的优秀品质 拥有这个品质的人 不管在哪里 必然会更加深入人心 当然肖战的成功 也是完全地诠释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 虽然说并不能完全地说明 概括了肖战的优秀 但也是让大家明白了一点 那就是肖战能有顶级的海外影响力 并不是一个偶然 而是他优秀的一个必然 因为什么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更多的是日积月累 而也正是肖战日积月累的不断闯世界 在海外无数人们 真切地感受到了他的才华和人品出众的同时 也让他的全球舞台上 绽放出了属于他的耀眼光芒 肖战真是一个神奇的人 总是能够带给人们意外和惊喜 缔造传奇和神话 他的不凡经历和取得的成就 还有不断地成长进步突破 让人们深切地体会了那句话 努力没有止境 未来不可限量 军旅剧也能闯世界吗 众所周知 军旅剧不同于一般的剧集 带有正直军师的敏感性 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 它的审批口径都是不同的 难度更是显而易见的 它就像一道堡垒 拦住了很多的剧集 而难能可贵的是 肖战凭借自身的超强国际影响力 成功打破了这一壁垒 伪军旅剧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 此前王牌部队成功出口霓虹 就让众多人惊掉了眼球 那是多少恩怨情仇的一个所在 着实有点匪夷所思 只能说和平年代 一切以利益为上 谁又能和钱过不去呢 肖战在霓虹有着大批的粉丝 广受欢迎 正所谓需求就是市场 肖战的所有剧集 不管是主演还是十八线小配角 来者不拒全部进口 肖战的影响力可不是说说而已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这只是刚刚开始 肖战的影响力是辐射全世界的 近日王牌部队成功登陆了亚马逊 Premie Video平台 目前美区英区已上线 海外粉丝终于可以在该平台上 观看到肖战的这部作品了 继霓虹之后 王牌部队这部军旅剧 又成功踏入欧美市场 再次实现壁垒的突破 肖战就是有这样的魅力 实力与影响力 他像一个妾子 能够扎破人们的心房 身不由己 为之倾倒沉醉 而优秀的作品 是我们东方文化的代言人 功成掠地 纵横世界 不得不说 肖战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军旅剧走向世界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棒棒的 那边肖战带着自己的作品闯世界 这边内渔肖战 也是分水岭般的存在 此前就曾发文 肖战被内渔排除在了小表格之外 而今更是直言 有些榜单肖战数据太高 影响数据观看 因此有些榜单会剔除掉肖战的数据 分为有肖战和无肖战两张图 这就很有意思了 数据榜单还可以分两个版本呢 原因只因肖战一人 看来肖战真是至关重要的存在啊 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 肖战的超高数据摆在那里 是任谁也绕不过去的存在 恰如分水岭 划分成两个世界 这也是无奈 肖战的数据就像天上的风筝 正应了那句歌词 天上风筝在天上飞 地上人儿在地上追 任你在自己的世界如何battle 拼尽全力 也是有着云泥之别 这里只想说 所有的苦不会白受 所有的努力也不会空腹 肖战终是让自己成为了 夜空中最亮的星 肖战从无到有 凭努力凭实力飞进了无数人的梦里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缔造了内于不是的传奇 肖战能有如此成功 努力与拼搏是一方面原因 另一方面 善与正能量也是至关重要的 地球是圆的 你做的好事最终也会回到你的身上 恶也一样 愿所有人都做那个 爱出者爱反 服王者服来之人 一起共勉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